今天我们来操一下内江万达 永辉超市的五花肉都已经30块钱一斤了 这个鱼春还挺便宜的 只要9块多钱一斤 这个里子才2块99钱一斤 不晓得会不会酸出耳泪 鱼春我们已经自己全部处理好了 给它丢一点姜葱进去 千年类老盐巴 绍兴黄酒 先给它抓匀做一个大宝剑 然后放到一边先休息时分钟 今天的香料就非常的简单 准备一根正经的黄瓜 我们切一半下来就够了 这一半留着 一分为四 把黄瓜瓶给它抬掉 然后再对破切开 切成小结 加几颗毛毛盐先给它揽一下 腌好的鱼春给它倒入高压锅中 来上一罐90年的啤酒 盖上盖子 上汽过后用小火给它压五分钟 如果没有高压锅 直接用啤酒给它煮半个小时 趁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一点泡浆跟泡海椒 先把它切一下再来炸碎 小葱头把它切成末 大蒜子用祖传的宝刀把它剁成蒜末 再来上一点干花椒 鱼春压好过后我们把盖子打开 用漏勺把它漏出来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都已经压得非常趴了 锅内下入少许油 再来上一点猪油 然后下入刚刚准备的小料 再来上一瓢豆瓣 全部炒香炒出颜色过后加入少许的水 调味鸡精 贝糖 酱油 下入高压锅压好的鱼春 这个鱼春已经压得溜啪了 你不要客气去烤它 转中火给它烧六分钟 把鱼春烧尽味 来切上一点青红椒 鱼春的时间已经烧来差不多了 把切好的青红椒给它放进去 最后淋上两滴香油 关火出锅装盘忌口 这个菜呢就不需要勾芡的话 拦好的黄瓜直接放在盘底啊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 美丽的香菜美味继承 非常美味的一道趴鱼春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的鱼春特别的软嫩喧香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 最后呢还剩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这个味道怎么样 看懂事都已经倒成口水啊 嗯 你看一鸣就烂了 非常的软烂鲜香哈 这个才是真正的趴鱼春 非常的趴猴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